披麻蒙徽课程见证 亲爱的加州 Promona Holy Church 全体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是披麻蒙徽课程 使徒黄宝松信仰见证 读完以斯铁记 披麻蒙徽后感想 圣经经句0635 莫迪凯被抬举高升 为后代子孙埋下不安的种子 以斯铁记11章到12章15章 狱子中亡准各省各成的犹太人 聚集保护性命 减除杀戮灭绝 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 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夺取他们的财为略物 莫迪凯穿着蓝色 白色的草服 头戴大惊冠冕 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 从王面前出来 苏山城人民 都欢呼快乐 犹太人有光荣 欢喜快乐而得尊贵 莫迪凯的高升与王玉子的报复杀戮是分不开的 莫迪凯最大的错误是没有选择修改王的玉子来保障犹太人安全 反而对仇敏 反而对仇敌执行报复 但圣经能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有限 学习宽恕的心和更大宗教的情操和素养 今日我们的社会暴力之气甚重 冤家已解不亦结 这正是教会最好的宣教契机 让我们根据神的话语 建立一个宽恕 怜悯的生活环境 这样我们才能为子子孙孙 留下一个和谐属灵的社会 以撕帖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说莫迪凯为犹太人求好处 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这是十分反讽的 我们需要切记马太福音六章四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最后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王律师敬上 下一个和谐属灵的sin量 下一个和谐属灵的 按摩地值